大家好我是苹果麦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五个MacBook的省电技巧 那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方法呢 除了MacBook自己本身的功能之外呢 也会提到几个第三方的App给大家参考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就是MacBook自己本身带有的电池偏好设定 首先呢我们打开系统偏好设定 接着呢我们点选电池在这里 然后呢我们再选一下这个第二个电池 这边呢我们就有非常多的选项可以来做选择帮你达到省电的效果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多少时间之后关闭显示器 这边呢就是可能闲置多少分钟之后它就会关闭萤幕这样 所以就是看你要不要调短一点 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第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呢它是说如果你没有插电的话 它会自动调按你的萤幕亮度到75% 我们把它打勾 再来第二个呢使用电池时最佳化影片串流这个也把它打勾 然后这边呢最佳化电子充电应该本来就是勾起来的 所以就不用去动它 再我们看到最下面呢有一个低耗电模式 这个呢是在最新的macOS Montreux里面才有的一个选项 那下面呢就说它会减少用电而且它会更安静的操作听起来非常的神奇 那除了这些选项之外呢你可能会发现你的macbook上面有更多的选项 那是因为你的机型啊或者是你的macOS跟我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有哪一些选项好了 首先呢如果你今天有这个选项就是使用电池电力时起用高效小税的话呢 你要把它关起来 它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在待机的时候 它会自动去检查你的email或者是iCloud更新 所以要把它关起来 再下一个如果你的设定里面有自动图形切换的话 你要把它打开 这个选项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机型它有不止一个绘图处理器 那如果你让电脑自己去选择要用哪一个的话呢 就可以达到省电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设定这边看一下 下面这个电池健康度把它打开 里面呢第一个电池状况照理来说应该要是在标准 那如果你电脑已经使用一阵子的话呢 这边有可能会是建议进行维修 你必须要到Apple直行店或者是授权中心去 就是让它检查看看你的电池有没有问题 那下面这边呢是你电池的最大容量 如果它今天低于一个标准 例如说80%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稍微担心一下它的电池可能会开始出现问题哦 再来第二个我要来介绍可以帮助你省电的App叫做Endurance 它自己本身呢也有点像是低耗电模式 可是它里面有更多的选项可以选择 今天你平常在使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右上角的这个状态列 然后你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低耗电模式打开 那打开之后它要执行哪些选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偏好设定里面来看一下 要怎样打造一个专属于你的低耗电模式 首先呢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说你的低耗电模式 要在多少%的时候自动开启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它问你啊 或者手动开启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低耗电模式开启之后要执行哪一些动作 可以在这边选择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选项 例如说降低你处理器的速度啊 或者是暂停你网页游览器的运作 因为有一些网页游览器如果在背景执行的话 它有时候会常常吃你的电什么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把它打开 然后再来下一个就是自动 把你的蓝牙或WiFi断线等等的 这边呢它也有侦测你APP消耗电量的功能 就是它会提醒你说有哪一款APP 你没有在用了 可是它不断的消耗你的电量 它就会提醒你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 例如说10分钟你没有用这一款APP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跳出一个提醒 这边你也可以设定它消耗电量的门槛 再下一个呢就是它可以让在背景执行的APP暂停运作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APP它会偷偷在背景里面 不断的吃你的电嘛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选说 这款APP它已经在背景里面可能10分钟好了 然后呢这个Endurance就会自动中断这款APP的运作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最基本的 它会自动降低你萤幕的亮度 所以这边呢就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喜好去调整你今天的第一号电模式 里面要有哪一些选项 然后今天当它电量低到你自己设定的这个门槛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自动打开了 那这款APP的下载的话你要到它的官网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在用SetApp的话呢 它里面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而且现在SetApp有7天的免费使用 连结的话我会放在说明栏 大家可以去试用看看这个Endurance 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用的 再来第三个要教大家的就是利用MacBook上面内建的活动监视器 来看一下有哪一些APP非常的耗电 那这个活动监视器要怎样叫出来呢 就是在你所有的APP这边 然后这里有一个其他有没有 其他点开之后你就看到这边有个活动监视器 它有像是一个新电图的图示 把它打开之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 然后这边呢有一排 就是它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些指数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能耗 能耗这边打开之后 你就看到这边有一排APP 这边有一个能耗影响跟12小时电力 你就可以看到说现在当下有哪一个APP 正在吃你很多电 例如说我这边这个Audacity它的耗电就是很高 然后这边也有12小时电力 就是过去12小时有哪一些APP是非常耗电的 可以在这边看得到 那你点一下就可以把它从高排到底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APP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在用 但是他们竟然就是还是有在吃你的电 例如说这边有一大排都是Adobe的APP 看了就非常的不爽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进到那个APP 然后去选择说开机的时候不要自动打开 因为其实有很多APP都会偷偷在你开机的时候自动开启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那除了能耗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例如说网路这边可能要等一下它才会跑出来所有的APP 要让它跑一下 这边呢你就会看到所有有在用你网路传送东西的APP 例如说我的邮件它接收了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也传了非常多的东西 你就可以稍微去检视看看有哪一些怪怪的APP 偷偷的可能在传你电脑里面的资料之类的 然后还有CPU啊还有记忆体 你都可以稍微检查一下上面有没有一些奇怪的APP 那除了活动监视器可以看到你电脑内部运作的状态之外呢 要来介绍另外一款第三方的APP 让你看到你电脑内部更多的数据 那这款APP叫做iStat Menu 点开来然后里面呢你就可以去控制说你要在状态里面显示哪一些东西 那它真的还蛮细部的 例如说这个CPU跟GPU 它就会显示在这边 你里面是可以看到CPU的温度的 就是现在如果你有非常多程式同时在执行的话 它这边可能会突然温度飙高 那你可能就要非常注意一下它的耗电量是不是特别的高这样子 然后下面也可以看到例如说记忆体啊 处理器的运作情况跟有哪一些APP正在执行当中 而且它这个是随时出现在你的状态列 你可以看到你CPU的变化情况 而且你可以自己决定说它在状态列上面要出现的东西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看到GPU使用情况 你就把它加上来 或者是你直接想要看到percent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percent直接拉上来 就是非常的直觉而且方便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这种很大的图示吧 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说你想要让它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蛮实用的就是网路这个选项 它可以看到你现在网路的传输速度 而且它是直接出现在这个状态列哦 然后它里面呢下面就会写说有哪一些程序 它上传跟下载的速度是多少都会显示在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选项就是电池电源 它可以把你的蓝牙装置啊或是AirPods的电量直接显示在你的状态列 例如说这个样子 你就可以看到你AirPods现在的电池是多少 要不要充电这样 那这款app呢它一样是setup里面的一个小工具 适用的连结我也会摆在说明栏 那最后一个要来教大家神经小技巧呢 就是我自己觉得还蛮实用的一个app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蓝牙装置啊 或是AirPods滑鼠等等的 你是不是没有办法一次看到所有装置的电量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第三方的app就非常好用 它的名字叫做Battery 然后你点开之后你就会直接看到你所有装置 它现在剩下的电量是多少 或者是你今天在那个通知中心有没有 两只手指往左滑就会出现这个视窗 这边马上就可以看到你所有装置的电量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更大的这一种 它就会直接把百分比显示在这边 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这款app 它会提醒你有哪一些装置已经低电量 必须要充电了 例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Battery的app 它里面有一个notifications点开来 然后它上面就会显示你所有的蓝牙装置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控制我AirPods Pro的通知好了 我里面就可以去设定说今天AirPods 如果低于25%的话 你就跳出通知来提醒我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实用 或者是你今天有不同的装置 你就可以去设定说今天它提醒你的这个门槛在多少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要怎样把这个小工具 加到你的这个通知中心 就往下滑 然后这边有编辑小工具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说你要小中大尺寸的这个电量表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那一样的这款app它是第三方的app 但是它一样可以在setup里面使用 大家会发现今天这部影片里面 有很多都是提到setup里面的app 如果你还不知道setup的话呢 它就是一款app吃到饱的服务 以上我介绍的app它如果分开购买 都是要付蛮多钱的 那如果你是用setup的话呢 就可以以每个月9.99的价格去用里面数不清 而且又非常实用的app 所以如果你是MacBook或是Mac的中度使用者的话 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去试用看看的 因为里面有蛮多工具都是你没有想过 但是非常实用的东西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MacBook省电小技巧的教学就到这边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啊 或是想要学的其他教学的话呢 欢迎在里面去告诉我哦 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